字幕提供 等一下我們再寫 我們先把這幾個看完 所以基本上就是 這裡要有一個概念就是說 不要以為佛教都是講我 佛教有講也有講我 不是都只否定我 不是都只有一概的否定我 不講有我還是有我 所以如果說認為佛教只講無我那就錯了 比如說以剛剛那個獨子部 他否定的是長逸自在自我 但是他承認的是這個我 有沒有 他是否定大盡染亡間給答 但是他 他認為這個 責業給答是有的 或者說 絕肚美北答是有的喔 這是有的喔 然後 獨子等五部以上的 他們不承認的是什麼我 責業給答 他不承認這個 但是大盡禮給答有沒有 有 這樣了解嗎 不是說佛教都是無我 沒有我 好那現在看 嗯 先這樣吧 為事 為事在這裡 這裡 這裡可能要一邊要畫一個 一個對照的條 一個圖 然後 我這裡就直接寫一二三齁 就比較快 用兩位子 一的話就是那個 內包補吧 肚子補 二的話就是 喔 對那邊 三的話是為事 四的話是秩序 五的話是應成 謝謝 好那這個是 呃 朵爹八跟其他的十三個 所以我們很快的稍微整理一下 比如說他的角架 其實這裡要分 因為 他這裡 把大小聲混在一起彈 其實應該要分 補特前我 之我跟 法我 兩個部分 好就是 扛上去 扛上的部分 跟雀的部分 兩個部分 好那這個扛上一般 英文他都用person來翻 但是我不曉得person 是不是只是人而已 還是有其他的生物 individual individual 因為person的話 太局限了 對 就是說他可以是 也不能是翻成身軒病 因為身軒病的話 不包含佛 扛上有包含佛 他是最廣的 生命體 就對了 他就說 范文叫佛德嘎拉 其實有些詞 其實要把它弄清楚 我叫做individual 這個佛德嘎拉呢 他其實包含 很廣 從佛 菩薩 獨覺 身文 一直到六 六道眾生 這些都是佛德嘎拉 都是佛德嘎拉 都是佛德嘎拉 但如果一般我們如果說 或者康薩 康薩 康薩就是康薩 康薩的範圍最大 但如果說 如果扣掉佛不算的話 從菩薩開始 這個 到六道眾生 這些都是 身兼 都還是身兼 就是友情 或者等於佐娃 眾生 那這個英文就會翻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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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可能要這樣切 那假假的話 如果是所破的我的話 就是剛剛講的 內瑪補巴的所破之我是什麼 道氣壤光劍去打嗎 這是他們的假假 不是假假是什麼 解育去打 或者嘴吐沒被打 簡單講就是嘴吐沒被打 或者嘴吐給打 這裡其實還要再 等一下還要再分 還有法的部分 好 到了 朵補巴跟 且慢閒的話 他的假假是什麼 他的所破是什麼 嘴吐的吉他 就是嘴吐的吉他 他承認的是什麼 他承認的是什麼 大約一吉他 好那到了生臟巴的時候 他照理應該他要講 承承的部分他沒講 他直接跳到這裡來 所以我為什麼說要列這個表的原因 就是說 他因為 其實到 朵補巴都一樣 這個 這個都是 這個都是 嘴吐都是 解育去打 承承的部分 嘴吐都是 解育去打 所以都一樣 所以他就沒有講了 等於他省略了 這裡這個 這個大約一吉他他其實也沒講 大約一吉他 大約一吉他 會講但是呢 這個等於要另外處理 這要另外處理 然後 他現在講為事的時候 他直接跳到這裡來 我家方瓜虎 是他省略掉的部分 他直接跳到這裡 他的 一樣他分成 嘎吐跟 嘎吐馬英靶 名 他的嘎吐是什麼 身上把的嘎吐 在法的部分的嘎吐就是 在這裡 順情嘎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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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他的所迫 所以 身上把 加個啥 這個就是愛一 順情嘎吐 順情嘎吐 這裡 嘎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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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在這裡 這個不寫 嘎吐 他在法的部分的 嘎吐 嘎 嘎吐 嘎吐 寫錯了 不通格 寫錯格 尊情嘎吐 嘎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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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下這個其實我可以把它劃掉 因為在那個 小聖的中藝不承認法無我 他們只有法 普特切羅無我 所以這個部分對小聖來講不用談 因為他們承認 只承認普特切羅無我 不承認法無我 會談的是從仙藏八開始 維世中開始才會談到法無我的部分 那他們不是所迫的是什麼呢 從仙賊賢給東霸 主霸改成東霸 空掉 把這個從仙賊賢賢把它空掉 那如果從仙賢賢成立的話呢 這是他們所迫 空掉的話就是不是他們所迫 對 那是什麼意思 什麼叫從仙賢賢給主霸 這個損呢 其實就是外境 我們字面是索取 索取 行的字面是能取 然後 這個就是等於七噸 外境 外境跟那個 臀的臀呢 不一樣 靜 或者魚不一樣 這裡是 對維世中來講呢 他們還是主張有靜 只是這個靜不是在心外 不是存在心外 聽到嗎 他們的靜就是說 比如說我現在掩飾看到桌子 桌子還是是我掩飾的靜 但是桌子不是外境 聽到解嗎 他們還是會說有魚有臀 有object 但是沒有external object 他們有object 但是沒有external object 這個是沒有的 但是這個是有的 這個還是有 只是說這個object 它跟心是 我們說同一個 same entity same entity 它是same entity 跟那個mine是same 同一個entity的 所以 那能取是什麼 能取其實就是same 就是心 當然心裡面包含 心就是我們講的六四 六四 外境跟心是不同值 整個弦就是不同值 不同時值 不同時值的話 不同時值的話 然後 忌呢是 哀耳 拜或者 以 以 所取的外境跟能取的心是不同值 這樣成立的話 成立的話 好這整個就是 字面的翻譯就是 所取 其實它這裡沒有糖 今天應該要一個糖 所取漢能取 一直成立 一直成立 好那 直言直講 換句話講 白話來講就是 這個是 淨存在於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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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話來講就這樣 淨存在於心外 淨存在於心外 而不是跟心同一本質的話 同一實質的話 雖然是心外的心外 那如果把所取能取一直成立把他空掉的话 否定掉的话呢 这个就是他法无我 就是他的法无我 相反的 所以我们可以讲他的相反就是 跟法无我相反就是法无我 那法无我是什么呢 进不存在于心外 而是更新同一师子 好像我的意思是 进不存在于心外 也就是能取所取一直成立空 一直不成立 一直成立空就是一直不成立 一直成立空就是一直不成立 这是他们的法无我 这个是他们要修的 这是所修 这是所破 这个叫共 共诈 这个叫 角诈 而且这两个是我们说讲 直接相为 这个不成立 这个一定要成立 因为他们这两个的关系叫 那我会给 就是 Direct Operate 那以维师来讲的话 这个是有很多 这个是有很多 我们说 正理去支持的 这个没有 所以他 虽然直接相为 但他可以去对峙他 他可以去对峙他 他不能反过来对峙他 只有法无我可以对峙法无 Operate 所以 送前者先去出法呢 就是 静存在心外 或者心外有静 或者 这句话也可以讲 静存在心外 就是心外 心外有静 或者说 这个就是 心外无静 静存在心外 好那这个在 世青的那个 维师二十论 他就用个 比喻讲 当这个比喻当然在 月称的入宗论里面会去拨斥 但是讲维师 那个 法无我的时候 最常用的就是 世青的 好我们说 挖鼠 翻土 或是翻土 或者说 应验 他的那个 Semzam Nichuba Semzam Nichuba 好 好 在维师二十论里面 裡面呢,它就是 它舉一個,就是如 夢欲啦,用夢的比喻 來說明就是說 心外無盡 比如說我們在做夢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這些 外在的景象,看起來像在外在 可是 實際上你不可能有掩飾啊 你在夢裡面不可能有掩飾啊 所以那個 那些景象一定是跟心同一本質嘛 不是離開,存在於心外的 所以用夢欲來說明說 來支持他們的主張 維持中最喜歡用夢欲來支持他們的主張 就是心外無盡 那如果心外有盡,這個就是他們所要破的 他們的 法來講的 所破呢,這個是法我 有時候講法我 這個部分就是法我 這個部分就叫,這個 普特其羅的這個部分叫 普特其羅我 這個部分叫普特其羅我 有沒有這樣講,了解嗎? 法的部分叫法的我 法的部分叫法的我 法的我 就是反應 我 所以 所以 這個部分呢 這個合起來叫 普特其羅我 有時候會這樣講 然後這個部分呢 叫普特其羅我 普特揭露我 普特揭露我 那這個部分叫普特揭露我 我就不寫了 普特揭露我 那這個部分呢叫法我 那這個部分叫法我 好是這樣 所迫 所迫 這裡的我都是所迫 這裡的答案呢 這裡的描露就是等於 描露 只是說 有時候答等於描露 我真的要分清楚 我們現在講的這個普特揭露是我 這個我是搞假的意思 這個不是我這樣講 其實佛點也是這樣很混淆 佛點裡面很混淆 但我們在講普特揭露到底是 普特揭露是本身也可以等於我 所迫也可以等於我 所以你要去分清楚他現在談的我 到底是指普特揭露還是指所迫之我 這很麻煩 那這個如果弄清楚就 其實到底很簡單 沒那麼難 其實很多佛教的表達都是在 表達上讓我們很混淆 或者翻譯的問題 或者很多問題 所以這裡的我都是指所迫 就是所迫 因為有加個心外的 所以說外境 心外有境 那個境就是外境 因為我剛剛已經講 他們承認境 不承認外境 當你講心外有境的時候 這個境是外境喔 不是這個境 那兩者哪一個範圍比較大 境有範圍比較大嗎 不是不是不是 兩者比較 範圍一樣只是說他們不承認這樣的東西 沒有這樣的東西 他們認為不存在 那不存在為什麼要破 這又是同樣的問題 因為有無名的關係 因為有法我之 凡夫有法我之 這是維世忠認為 因為凡夫有法我之 所以當凡夫的掩飾 在看對境的時候 他會把對境看成好像存在心外 可是實際上 這不是事實 在維世忠認為這不是事實 所以他必須要了解到法無我 法無我就是他們的空性 維世忠的空性 法無我就是 維世忠的空性 所以在那個 維世的觀修裡面會講說 他要先觀無所取 沒有外境 然後能取外境的心也沒有 對 能取所取都沒有的時候 這個就是變成他們的空性了 這時候就是法無我的 限觀法無我 當一個行者他能夠性觀法無我的時候 他出定之後 出定之後他就會知道說 哇 顯現為有外境 這都是假的 這樣可以嗎 這個有點難 但是先有個概念 因為這個很多細節 這個要一直想 這個沒有想 你就是只會混在一起 這個混在真的 尤其是 那個師父忠義一起講的時候 就是一頭霧水 這樣 現在聽了可能 當下可能有一點知道 但是回一陣子又忘了 你如果沒想就忘了 好 最難的來了 來自序派 這裡還可以補充一下 那個維斯的 維斯還有不同講法 他除了 聖金 聖仙義主法之後 還有不同的講法 有沒有知道 這個表達 剛剛是說 索取能取一直成立 這是法我對不對 索取是外境 能取是心 這兩者 如果一直成立的話 表示他是 這個境是存在心外 就是外境 那另外一個表達 比如說有時候會用 索 其實通常會加個糖 索等 不過這個範圍其實比較小 剛剛講 索情的話 這個範圍比較大 但這裡只是補充說 在維斯的論裡面 會有不同的表達 他有時候會用 是糖 是人生嗎 那後面一樣 那後面一樣 聖仙義主法 把這個拉下來 聖仙義主法 那這個就是 比較侷限在 色跟 直色的量 色和 直色之量 其實就是掩飾 一樣一直成立 那這個其實就是 這個是外色 外在的色 外在的色 直色之量其實就是掩飾 其實就是掩飾 其實就是掩飾 外在的色跟掩飾 但是呢是一直成立 這個一樣還是 這個都是 都是在講 罰我 這樣子齁 那其實還有 但是我這裡就不講 比如說那個什麼 好 數學別 只要 九百九十 兩千億主法 或者什麼 兩千多百 數兩千多百 什麼什麼 很多 至少還有兩種 不過這我們先不談 因為這裡怕 一下講太多很複雜 底下我們看 兩举法的 自虛派 他的 範文大概只要講 自虛派呢 他的 範文大概只要講 是我 貪 嘴 嘴 好 是我貪嘴嘴 好 印成派叫 佛羅 三 幾 嘴 叫做 人舉把 張文叫人舉把 張文叫 聽給我 好 所以我們現在看的是 人舉把 自虛派 這個是 最難理解的 我覺得 我覺得最難理解 而且一般我們 對他的了解比較少 為什麼 可能有幾個原因 一個就是說 一般我們說 中關中裡面 印成派究竟 見解比較究竟嘛 所以就會比較少 少去關注他 你了解嗎 還有就是 秩序派的 漢義 也不多 在漢義也不多 比如說波羅登論 中關心論沒有翻譯 中關心論是後來 最近代才有人在處理 可是波羅登論在古代 是沒有人 是有翻譯 但是 不好瞭解 他的翻譯其實不好瞭解 所以可能就 被閒置了 然後 蓮花界的中關光明論 幾乎的論 都沒有傳過來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 讓我們 一般 學中關中的 對秩序派 比較不了解的原因 可能是 可能是這幾個原因 一個就是 這些論沒有傳過來 然後一方面是 翻譯不夠清楚 那我可能要把它拉上來 因為在底下 還可以還可以 喔好好好 把它拉上來 好 那 Rangiba呢 這是第四個 第五個在這裡 好 Rangiba它主張什麼呢 嗯 一樣 這個 這個 加個sar IE instrumental 當S 然後這裡到 這裡 O 加 Oc 這個 VT 結構都一樣 好 就是主詞 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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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詞補語 幾乎動詞 好 底下這個一樣 就是 就是 I E S 然後這裡 嗯 到這裡是 O 加加了 Oc 然後這個 就是VT 好 那 那 自虛派裡面 比較難理解的就是說 但是其實他的想法 自虛派的想法 跟我們很像 很像 比如說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要有這個東西 我們才能說 喔這個是 那個白板筆嘛 要有這個東西 我們才說 喔這個是 麥克風嘛 自虛派認為這個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在 世俗當中是 自信成立的 自信 他們不講私有 但是他們會說 自信成立 也就是說 你要有這個東西 我才能命名嘛 他的命名基礎是 自信成立的 是找得到的 他如果找不到 你怎麼命名 有道理啊 他自虛講法跟我們很像 就是這個東西 你要找得到 我才能給他一個名稱 哇這個叫白板筆 五印要找得到 你才能說 這個是某某人嘛 對不對 但是他的 他的命名的 我們說那個 basis of designation 就是命名的基礎 要找得到 命名的基礎 這個藏文叫 這裡其實就是可以分 自虛應成的差異 自虛認為要找得到 或者說他們是 自虛 認為是自信成立的 自信成立 白話來講就是找得到 要找得到 應成的是 無自信 自信成立就是 讓心給主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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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說讓心美堡 讓心給主堡 或者說讓心美堡 這是很大的差別喔 比如說 命名基礎 例如 武運 5 5 Aggregate 然後在這個武運 武運的基礎上呢 我們給他一個名稱說 這個是 某某某 某某某這樣 有沒有 在武運的基礎上 我們說這是 比如說這是 呃 蔣宗正 等等 或者說孫文 在這個武運上 給他一個名稱嘛 或者說 在 一支 比如說這個 那我們給他名字叫 樹葉 類似這樣 牙 叫牙 智序派認為這個武運 這個葉子 這個樹葉是自信成立 在世俗中 在世俗中 不是聖意中 這是相對於聖意中的一種 世俗中 這個是要找得到的 命名的基礎是要找得到的 所以他們認為呢 存在的東西 在世俗中存在的東西 是怎樣的情況呢 就是 命名的基礎要找得到 你還要給 給他名稱 你的分別心 起個念頭 給他一個名稱 這個叫做世俗中的存在 這個東西 命名基礎是自信成立 然後你再給他名稱 他們的史友是怎樣呢 他們的史友說 你不用給他一個名稱 他就已經自信成 存在 這個就是史友 也少一個條件 他們的存在就是說 要兩個條件 一個是 這個東西本身自信成立 你再給他一個名稱 這兩個條件如果 都具足 這個就是世俗的存在 可是如果說今天這個東西 在你沒有給他 命名之前 他已經存在了 這個是史友 你要理解嗎 這是史友 就是說等於 不需要透過你的分別心去命名 他就已經在了 或者說他告訴你 他叫什麼 史友的概念就是說 你看到他 你不用學任何知識 他就告訴你說 他是什麼 這個是史友的概念 沒有這樣的東西啊 但是如果有這樣的概念 就是史友 對 比如說在那個 我們的住室裡面 他就舉個例子 如果說一個人天生就是 維挪的話 那照理說他在 媽媽肚子生出來的時候 就是說 維挪出生了嘛 可是不是這樣啊 他會變維挪是因為 他可能在寺廟學習嘛 學習到某個程度 然後聲音不錯 他可以帶領大家唱頌 然後住室才會說 這個人把他立為維挪嘛 所以他是 透過公認 或者說透過一些條件 具足條件之後 他才得到維挪這個名稱 他不是 生下來就是維挪 生下來就是維挪 就是史友的概念 像那些嗎 類似這個例子 但是我們常常都會以為 很多東西都是 他就是這樣啊 這個就是史友的概念 或者說 我就是這樣啊 我就是本來就在啦 這個其實就是一種史友的概念 所以他這裡其實要講的是這個 就是說 到這裡 就是他們的世俗中存在 畫錯了 到 到 到站這裡 或者說 這個是他們的 世俗中的存在 然後馬英版就說 如果不是這樣的情況呢 而是後面這個 這個是一個CP2 而是後面這個情況的話呢 這個是鎖破 這個 後面這個其實就是史友的概念 史友 或者固有的存在 史友就是固有 固有的存在 就是 就是 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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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 或者本身 自己 吞夢馬英巴 就是 不共的 不共的 特有的 或是說 我們可以講 特有的 不共就是特有的 就是 TICULA Particular 對一種 對路 存在方式 這個說是 成立 子役的話是說 禁呢 以他自己的 特有的 存在方式 成立這樣 這個簡單講 這是史友啦 這是史友的概念 這個的話就是他們的所迫 那 不是前面這種情況 前面這種情況 就是他們的 世俗中的存在 那他的字面的翻譯會翻成 就是說 ROR NUY ME LAH 這個LAH就是 一樣是觸格 在 不受損害的心中 不受損的心中 不受損的心中 就是心中 不受損的心呢 就是比如說 掩飾 可能沒有什麼 演藝病啊 或者說 防膽病之類的 就是正常的掩飾 不受損的心中 就是正常的心 normal的 比如說聽力沒有障礙 聽覺沒有問題 掩飾沒有問題 掩飾沒有問題 嗅覺沒有問題 這種不受損的心中 顯現 顯現的話就是 我們英文的appear 顯現之力 而成立 於不受損之心中 顯現之力而成立 這句話其實最難解 但這裡其實要提到兩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說心 一個是心 一個是心 然後一個是顯現之力 顯現之力 顯現之力是指 近顯現過來的力量 近顯現到這個心當中的力量 那這個就是說 一般講 一臭 一臭 就是兩二者具足 二者具足 那這個一是什麼呢 就是指 就我們剛剛講 你命名的基礎 要自心成立 然後還有 能命名的心 這兩個要具足 就是 一個就是 命名的基礎 第二個就是要有 能命名的心 那這個心不能是不正常的心嗎 不能是錯亂的心 這兩個都 具足的時候 叫我們 就是具足 這兩者具足的時候 我們就說這個是 世俗當中的存在 這個不是實有 這是世俗中有 那 不是這樣的話 而是這樣的話 這個就是所破 聽到解嗎 於不受損的心中顯現之力而安利 也就是說 為什麼近可以顯現呢 因為它是自性成立的近 所以它可以顯現到這個心中 近顯現過來 心命名過去 它能夠顯現過來 表示它是自性成立的 然後你的心給它命名過去 兩個具足 這個叫存在 世俗中的存在 可是這個應成派會破 為什麼 如果 世俗中是自性成立 那聖意中又講 因為自虛派認為 聖意中無自性 那是不是空性 變成摧毀自性成立的因呢 如果你世俗是有自性 到了聖意中無自性的話 那這樣等於空性摧毀了 原本的自性成立 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 自虛派會這樣講 這個就是他們的世俗中有 世俗中有 所以 這個表達裡面 要注意的就是說 不是僅僅這樣 不是 僅僅這樣 這個 而是 這而是 而是 禁呢 由他自己不共的存在方式 而成立的話 這個就是他的所迫 簡單講就是說 如果禁不是 具足這兩個 意錯的話 而是 實有的話 不是意錯 而是實有的話 這就是他們的 所以我們這 簡單講就是 簡單講就是 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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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 简单讲是这样 自居败主中不是二者居主而是实有的话 这个就是所扣 就说如果他是自信成立的话 照理不会被摧毁 那如果他在圣意中又是变成无自信的话 变成说空性是摧毁他的因 这个就是入宗的三十四 是入宗论的三十四季 第六帝的三十四季 那 你们或许会问那为什么 会有这个问题呢 印尘派的解释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 因为凡夫都有 无名 凡夫的无名或者说这个实有之呢 让凡夫的事都产生错乱 就是说你看到桌子会以为他很实在 看到人会觉得人很实在 这个是错觉 实际上他 并不像他显现那样实在 所以 秩序派就是 依着 他其实是依着错觉去理解这个境 说这个是很 很实在的东西 有个自信的 找得到的东西 这个在印尘派来讲 其实找不到 为什么 就像说 我们依于 武运而安利普特丘 你找普特丘找得到吗 找不到啊 其实 每一个现象都是这样 你依一个东西 你去找 这个名称所指的东西 找不到 比如说你要找 这个东西 它叫 白帆笔对 你要找白帆笔找得到吗 找不到 你再去分析 因为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 比较 佛典常讲的例子就是 意义武运找 普特丘和找不到 对 那你要找 武运好像找得到 很实在啊 可是武运也是一样 是由 各个部分去凑起来的 比如说我要找社运的时候 武运是由社运 受运 受想 行事 这 五个部分 合起来叫武运 有没有个武运的实在的东西 没有啊 好当你找社运的时候呢 社运又是 头 身体 双手双脚 凑起来叫 社运 有没有一个叫社运的实在东西 也没有 对不对 同样你去找头的时候 头又是他的 这个头部里面呢 各个成分组合之后 给他一个名称叫头 你找不到一个实在东西啊 所以应成派是这样讲 就是说 即使诸运你也找不到 不会像那个秩序讲的 朱运是自信成立 然后在这个自信成立的命名基础上给他一个名称叫普德切罗 请问要秩序派是不同意应成这样子分析的主张还是说 他 他认为世俗找得到 要有一个东西在 他就 其实就是我们的观念啦 我们要这个东西明明就在啊 我才能给那个命质 你要说他找不到 这不合理吗 可是 应成的理才是 你仔细去想他的理才是对的 你找不到一个实在的东西 因为找下去你会 就像那个剥芭蕉一样 你找不到实体的东西 有没有仔细去想过这个问题 而且另外还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说佛陀讲 所有的法 其实 目的都要导向空性 所以你也可以从 细微的无常去推说 没有一个实在的东西 为什么 即使诸印也是无实的 每一刹那都在变化 对 所以你要说哪一个 是什么时间点的运 没办法指出来啊 因为即使现在他也是 一直 一直在变化当中 因为导向空性你才能够 现框空性才能解脱才能成佛 你没有到导向空性的话你 即使 现关系为无常 你还是 属于世俗地的层面 你没办法解脱 最重要导向空性的原因就是说 你才会知道说这一切看起来很实在的东西 其实你 现关空性的经验之后 你会发现 他是无实的 才会真正知道他是无实 我们现在都是 分别心 或者说推论的知道 但并没有真的去 经验到那种 那种 亲身体验 没有亲身体验空性的感觉 不是 他其实都要引导 引导的意思 引导到空性 他不是说每个人一开始都可以讲空性 他可能要先讲 石油 有一些从外道 转进来的要先讲石油 不然他会产生断灭剑 然后石油讲到某个程度的时候 再跟他说 其实是无实的 就是佛陀他在 教地址的过程 他其实是很善巧的 看地址的 状况在调整调整调整这样 这个我会再讲 这个 这里最难 这里最难 就是说 秩序派 应该说我们的想法跟秩序派很像 你有一个很实在的东西 给他命名嘛 这个没错啊 可是印导会说 连命名基础也找不到 然后 你怎么理解 这个要去想 这样去想 这个我们今天看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